HELLO 大家好,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在没有网络和USB cable时 让MacBook和Andrex手机 互相传送资料、档案或者是相片 请容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MacBook和MacOS的实用小技巧 对这一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我会选择蓝牙或者是BOOTOOF来传送档案 虽然档案传送的不会比USB cable来得快 不过可以不必依赖工具 而且设定也很简单 以下有两个步骤你是要Follow的 第一,打开MacBook的蓝牙 如果你的蓝牙的icon 已经在菜单栏了 那么就可以直接开启 如果没有的话 你需要到Season Preference 开启 第二,打开手机的蓝牙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 请记得开启 Reciper to others device 这一个的中文我不太确定 如果你知道的话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谢谢 现在开始我就会示范如何传送档案 首先是MacBook传送档案到Android手机 接下来是Android手机传送档案到MacBook 首先我们先点击左上角的Mac icon Season Preference 然后点选Sharing 然后点选Sharing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先打开这个Bootruth Sharing 所以点击这个Bootruth Sharing 然后我们的这个Bootruth 现在是开着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用电话来 传辟发去这个MacBook版 选择Bootruth 然后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FAR的名字 如果你是很多FAR的话呢 直接选择Access 如果不是的话呢 只要写Access就可以了 它出现的地方呢 就是在道路里面 好了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MacBook和MacOS的使用手机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呢 欢迎你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使用手机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c上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呢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给我 我们一起来研究 那么我是神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祝你 你 你